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叫Karis, I work in Agape as a teacher 我叫孟湘梅,我在艾嘉贝工作了12年 我是一个华文高级老师 I am Yati, I am a senior teacher in Agape Klimate 我叫龚伟,我在艾嘉贝是做高级华文老师 我喜欢看孩子那么灿满的笑容 我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 因为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快乐的情绪会感染到我 我也会从孩子们身上吸收到快乐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幼儿教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 因为孩子们本身是一张白纸 是需要我们在这张白纸上绘画的 孩子的可塑性很强 需要我们进行塑造,进行改变 I chose to work with little children because I like children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start their education from young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小孩子 那当你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感觉的快乐是很简单的 因为孩子的每一个微笑 包括他们就是对你的一个拥抱 或者是一个亲吻 这是最直接的表达他们的爱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的 然后呢,这也是支持我一直选择做老师的原因 那仍然会有很多挑战 有没有一个天哪。 那边有没有一天哪里 它是一样的每天 因为孩子不同 来在天哪里 有不同的模式 所以我们不能在计则 哪些模式在一天哪里 所以有些天哪里 一天可以是一天 但有些天哪里 不可以成为一天哪里 一天哪里 那就是一个抗选择 所以那是一个大部分 所以它会练习他们在未来的经济 我认为教育不是只是教育的专业 而是一专业的专业 你会终于孩子们的未来 专业给予他们的变化 除了那种建立博士研究 他们可以使用它当年长的专业 我觉得艾嘉贝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名字 艾嘉贝 当时我的理解就是爱 就是在原有爱的基础上 在加倍的付出爱 传递爱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艾嘉贝的特质就是他的五大信念 这也是我跟我最初加入 为什么选择幼儿教育这个行业的 也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选择艾嘉贝 我记得有一年 那年是我们好像是去到冰丹岛 那一年的教师节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在最后的一个环节里的时候 他们是说让我们进行分享 然后每一个老师其实他们在那一刻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打开自己的心 每一个老师写出他所要对对方所表现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天的时候 大家全部都哭了 可是那一刻 你才感觉到彼此的心是靠得那么近 所以我很希望老师就是当大家都在聚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说对彼此说出真心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到现在都不能够忘记的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质量 会伴随他一生的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以后他走出去的时候 他是一个有爱心 正直 诚实 有智慧 有能力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带出去的 也是我们一直坚信 我们正在努力在做的